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M滿足這個方程式 那M等多少 首先 M的話一定要跟它 M一定要是正的 M如果是負的話 這個區決定就叫做負M 負M加M一定等於0 所以不可能 所以M一定是正的 那M一定是正的話 所以這個就變成2M等於多少 等於1 也就M等於多少 等於1